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地谈到自己的八把筋 现在听蕭总这段访问 其实我因为工作很忙 之前我就打点了所有家庭里面所有的事情 我才放心才安心去继续拍我的电影 所以我换料部啊一些我都不懂的 但是我就会跟他逗他玩啦 逗他开心一下 因为小孩子还小嘛 但是非常可爱 就是看到一个mini版的郭普生 那么事实上今天下午呢 超过了300名的粉丝 在现场尖叫围观要争赌郭富城的风采 那么郭富城呢 其实从2005年就开始代言明表 12年来每一年都会收到一只手表 作为收藏的礼物 但是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了 现在有女儿是不是要准备要再生下一胎 但郭富城就笑着说 一切都顺其自然 这是目前为了掌握在台中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尽头交换彭丽主播 这个人对他说 我做人对他说 我说